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连任第三任期后 开始大动作出访 看似有修补国际关系的用意 但却没有缓解各国反中的成效 西方国家持续放大检视中国对全球秩序的威胁 就连南太平洋岛国斐济 都认为中国影响力增加会带来危险 显然习近平的大国外交并没有让国际社会适宜 反而更让各国看清中国与西方民主政体 无法相容的事实 特别是中国试图运用军事力量 改变现状的企图昭然若揭 许多国家都担忧 这对区域和全球都可能带来冲击 听我六分钟给你新观点 今天的国际新闻评论要来谈谈 近日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在他的亚洲行中不断强调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威胁 以及捷克府当选总统的帕维尔 对外几乎要摆脱中国的幻想 显然习近平连任后 并没有改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观感 为何会如此 台湾又该如何看待呢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近期前往南韩及日本访问 除了与两国元首商谈国际情势之外 也对外发表关于印太情势的看法 尤其是中国对区域和平稳定的影响 其中他特别提起 中国没有正当理由来恫吓台湾 直指中国如果透过军事力量 来改变台海现状 不但不符合各方利益 也会对区域及全球安全带来严重的后果 北约盟邦也会深受其害 史托腾伯格的说法呼应了 北约去年提出战略文件 有关中国的观点 指称中国对大西洋 已构成体制性的挑战 北约秘书长对于中国的不信任 并非是他个人的观点而已 近日辅当选捷克新任总统的帕维尔 也对中国表达负面评价 帕维尔认为中国及其政权并不友善 在整体战略及原则方面 中国都与西方民主政体相违背 而且他直言中国对于俄罗斯 侵略乌克兰一事必重就轻 从中国不愿批评 俄罗斯就可以看出中国的正面目 捷克从民主价值的角度 强调不愿受制于中国的压力 这样的立场已是捷克全国上下的共识 前后任总理都跳出来抨击中国的傲慢 除了远在欧洲的捷克 大声反中之外 临近中国的南太平洋岛国斐济 国内政局批变 新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出现大转弯 新任总理拉布卡 正式上台后 立即解除与中国的安全合作关系 不但驱逐在斐济警察部队工作的中共国安人员 更终止了施行不到一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新总理和中国翻脸的主要考量 是因为对外政策朝向清西方路线调整 同时也表达对于中国独裁政体对外渗透的担忧 特别是凸显斐济与中国在政治体制 及司法体系的不同难以相容 其实早在2016年开始 美国川普政府当时就调整对外政策 将中国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 到了2020年拜登上任之后 更是延续抗中的路线 甚至采取更积极且计划性的围堵策略 西方阵营对于中国威胁的意识越来越强烈 尤其是中国战狼外交的气焰未减 再加上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 至今未完全消弭 各国对中国的不满及不信任加剧 欧美国家纷纷加入美国的抗中行列 从经贸层次的全球供应链 到安全层次的军事合作 中国俨然已是全球公敌 不只有大国之间的禁逐关系 就连许多中小型国家也开始反思 与中国的互动关系 2013年开始 中国大肆在全球各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 透过基础建设的投资 来拉拢及渗透小型且弱势的国家 但随着这些国家的债务攀高 无法附和 连带牺牲自己的战略资源 已开始正视中国的经济手段 背后的政治动机及目的 部分国家纷纷终止 或取消与中国的各种合作 特别是近年来 中国经济不振 各种投资及合作项目陷入停摆 导致许多国家转向西方阵营怀抱 对台湾来说 无法回避来自中国的威胁 特别是在军事上恫吓及经济上的惩罚 值得留意的是 西方民主国家对于中国的批评 不仅仅只是担忧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威胁 更是在政治价值上的立场 与台湾站在同一阵线上 特别是从近年来许多欧洲小国 对台湾的立体态度 包括立陶宛 捷克等国 纷纷为了与台湾合作 勇于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这背后不仅只是市场利益的抉择 更是彰显出小国外交的独特性 与台湾以民主价值为前提的经济合作 胜过中国庞大商机的利诱 值得留意的是 捷克总统帕维尔当选后 立即与蔡英文总统通话 这是过去未曾出现过的外交案例 更不用说我国与捷克根本没有邦交关系 虽然招来中国严厉的言辞抨击 也可能会导致捷克未来面临各种中国因素的压力 但从捷克政府的反应及回应来看 对于深化与台湾合作的态度相当坚定 这是值得台湾加以深思的面向 台湾面对中国野蛮的对待及威胁 必须向国际社会表达抗衡中国的立场 以及与西方民主国家携手合作 方能持续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以及结交更多民主伙伴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